这是一道送分体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矿工僵尸出土后会原地转圈圈 那在矿工僵尸转圈圈的时间内 使用寒冰箍会发生什么 A矿工僵尸会被冰冻在半空中 B矿工僵尸会免疫冰冻效果 C矿工僵尸会被冰冻在地面上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矿工僵尸在转圈圈时 会免疫冰冻效果 第二题 基础题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当独暴僵尸和铁网门僵尸联手入侵 我们用寒冰箍把他们全部冰冻住 这时候发射火焰豌豆会发生什么 A火焰豌豆能解除铁网门僵尸的冰冻效果 B火焰豌豆能解除独暴僵尸的冰冻效果 C火焰豌豆能解除两个僵尸的冰冻效果 D火焰豌豆不能解除两个僵尸的冰冻效果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火焰豌豆能解除独暴僵尸的冰冻效果 第三题 一座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当成干僵尸跳进豌豆射手和火炬的中间 豌豆是无法命中僵尸的 那当植物摆出这种阵型 成干僵尸会有哪种结局 A成干僵尸跳过高坚果 B成干僵尸被的刺王击败 C地刺王无法命中成干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C 成干僵尸没有跳过高坚果 但卡在中间 的刺王无法命中成干僵尸 第四题 判断题 有粉丝说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土豆雷会因为僵尸距离的远近 从而缩短出土的冷却 C地 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A是真的 B是假的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这是假的 不过 土豆雷头顶的灯 会受到距离的影响 第五题 附加题 众所周知 在原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墓碑能顶掉当前格子的植物 那在毁灭菇爆炸的一瞬间 墓碑能不能消灭毁灭菇 A墓碑能消灭毁灭菇 B墓碑不能消灭毁灭菇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拨A 墓碑能消灭毁灭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